熟练地将贝壳穿线做成项链 Lola Grino是澳洲塔斯玛尼亚 巴卡纳族的艺术家 也是贝壳项链的世代传承者 近几年来特地的贝壳越来越稀少 她担心这项技术将走入历史 我的预计是 我希望我错误 我的预计是10年 你会不会看到任何旁边的 以往 巴卡纳族人会到海边采集贝壳 然而因为气候变迁 过度开发以及海洋污染等因素 塔斯玛尼亚东部海岸的巨大海藻林 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消失90%以上 生态学家猜测 这可能是特定贝壳大量减少的原因 当它失败了 它是由普通的贝壳 它是一个比较短的一种 所以你一定会失败了 有些特别的东西 但再次 这种贝壳的贝壳 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现在在2020年 它已经很长远了 我希望人造的環境 不会毁坏我们的文化 除了材料难以取得 要制作巴卡纳传统项链 需要熟悉海洋知识 更要考验钻洞以及传现技巧 Reno认为这也是传承的一大难题 认为这会完全失败 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们失败了 如果我们失败了 社会的教育 学家的教育 会很难以为我们失败了 如果我们失败了 Reno的儿子也为此发表一项计划 希望透过镜头采访部落其老 记录传统文化 这项计划 这项计划也和当地学术机构合作 研究如何让贝壳恢复原有数量 让这项传统工艺能永续流传 记者拉脑画家新编译